这是剑神卓不凡的破壳瞬间 曾经逼格满满的剑神 马上就要沦为江湖第一冲击波 这虚竹一路从膝下赶到了天山 眼见一处绝壁 虚竹抽出三只雪峰 腾空而起 剑尖指向对面崖壁 整个人以牛顿棺材板压不住的方式 突破天山更多的狂风 只能说小开不算挂 行到终点 虚竹还把剑给放下了 独自一人行走在山间 寻找灵鹫宫所在 路上还捡了些许的松子 当作武器 三十六洞七十二点空破 他们赛对一群小姑娘 施展大计以恢复术 逼问着天山童老的下落 不得不说 这些姑娘嘴是很严的 就在此刻一颗松子球 过空袭来 乌老大吓得浑身一抖 就见小和尚虚竹飞身落下 只是几夕之前 就解开了灵鹫宫姑娘们的穴道 接着乌老大直接上前 控制住了虚竹 请问童老的下落 也亏了虚竹不愿意动手 要不然乌老大指定是成精炼职了 虚竹跟众人说明 同老一死 云道主操起铁剑就冲上去了 啥暴躁不暴躁 和平不和平的 哥只想解开生死符 上手就搜小和尚的衣服 直接掏出了李秋水老门的画像 这画中之人 不能说跟王语焉七八分像吧 也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慕容傅那小眼神 脑一下就上来了 只有断玉脑回路轻起 这可能是云道主一生的巅峰时刻 那常见就在虚竹脖颈上 转呀转 虚竹倒是不怕动手 他只想讲道着 云道主问其同老死前 到底说了什么 虚竹便唯妙唯笑的表演起来 以云道主的脑格 是杂也想不通 姥姥平生最后的念想 是一出白色相簿 下一刻 异禀清风 便抵在了云道主头楼 正是剑神卓不凡 卓不凡是懂道理的 咱们的重点 是生死符的紧要 眼见虚竹扭捏 似乎隐藏着惊天秘密 甚至为了逼虚竹出口 交代起了陈年往事 卓不凡以为 他爱念话中之人 便要抢个王语言 许配给虚竹 慕容赋 亚迪眼神不为所动 突出一个 各要献祭表妹 解交剑神 为光复大烟 一切都是指 可惜被虚竹 暗暗道破了真相 眼见的虚竹不肯说 剑神卓不凡 要一展平生所能了 剑神卓不凡 一声怒吓 拔剑冲向了虚竹 在36动72岛的见证下 卓不凡是越战越勇 以快打快 眼见虚竹要逃 卓不凡 听不到虚竹一片一叫 眼见虚竹落到旗杆上 卓不凡 飞起一剑 穿荡而过 再起一剑 就被虚竹 一翻了旗杆 整个人被旗杆 击落到了地上 这卓不凡大仇得报 找虚竹 讨要生死不知法门 只是为了控制群雄 好作威作福 眼下算是被虚竹 打回原形 江湖日报 也发表锐评 为什么说 卓不凡是神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想说说 其他的大侠 比卓不凡 究竟差不凡 首先 是犯下傲慢之罪的慕容妇 老江湖酒馆 戏弄了一波丁春秋 就露出不屑的笑 这种傲慢 注定是走了长远 其次 是犯下愤怒之罪的调风 因为要求自己的老婆阿珠 就硬闯俱形状 还怒气聪聪的 一威一群 总之 后面很长 咱们直接掠舞 就在卓不凡 想要离场的时候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接着 宫门关闭 一道身影 落到驱逐身前 虚竹摸了摸脑袋没搭话 毕竟 少林寺的工商管理学专业 他没上 眼见逐渐 说话如此嚣张 底下两人 一人手持判官匹 一人手持单刀 前来送菜 逐渐披风一甩 这两道菜 便已经倒在地上 在看人群中的 铁碧朗岛主 哈大坝 生死不发作 那自为生死难难 他得不到解脱 干脆想要自己 虚竹一句使不得 接住哈大坝 旋即又施展天山六阳掌 解了哈大坝的寒冰生死服 哈大坝 扑通就给虚竹跪下了 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 有一个算一个 秦熙给虚竹磕头 接着段玉便展现了 什么叫做教科书般的恩威离师 有了段玉的帮助 虚竹正式收复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 只有慕容赋 如鱼算盘破碎的世界 形成了 慕容赋语为 虚竹 贪婪表面美色 嫉妒的小火苗 腾腾在燃烧 段玉和虚竹 坐在台阶上 一个思念着冰箫里的梦乌 一个思念着 刚刚离去的神仙姐姐 两个人一来二去 就看对了眼 闹着闹着 直接喝了起来 虚竹嘴上说着 出家人不能饮酒 结果没一会儿 两个是喝了个宁丁大醉 段玉更是说 自己有位好大哥 是真豪杰 真英雄 这两个人比了比年纪 虚竹二十四 段玉二十一 两个人在天山灵鹫宫 一劫心难 等第二天醒来 虚竹是接受了全方位的胡 洗脸穿衣 束带不在话下 这弄得虚竹 很不自私 这一身灵鹫宫 限定版服装 呼出的就是一个时尚 虚竹这几天 除了跟梅兰竹局四戒练武 便是抽时间 且生死乎 等忙完了 虚竹一脸疲惫的看着吃水 虚竹是个行动能力超强的人 等梅竹二剑再进来 就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 哇光头 虚竹恢复成了大光头 更是换上了少林衣服 双手合十 告别灵鹫宫的中几妹 进行少林寺传统项目 挑粪 劈柴 烧水 躺在躺椅上的大和尚 不屑一顾 甭管你犯了啥事 在我这菜园子 都得听我的 是不是 偷偷想娘们儿了 大和尚是万万没想到啊 他这菜园子 被虚竹来了一次 小小的破解震撼 这话一说 菜园子和尚心里咯噔一下 我这菜园子 何德何能 来了一位法外狂徒啊 等忽悠完了虚竹 带上了脚料 大和尚开始了一顿竹棍 不仅让虚竹挑水批柴 我打你是败了 帮你回过 菜园和尚 是万万没想到啊 晚上他喝了小酒 唱着歌 就被人给狠狠的揍了一顿 这正是乔装打扮的 梅竹二姐 这两个姑娘 长期在灵鹫宫长大 道德标准 是按照姥姥模式来的 他们给菜园和尚 好好地当了一次心灵导师 第二天 菜园和尚 看到虚竹 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哎呦喂 我的小祖宗师哥 你怎么能干活呢 你这个脚梁 我给你解开啊 兄 我自己可以 一时间 菜园和尚 汗如雨下 虚竹一脸的和颜月色 在虚竹颤魂的时候 虎伯伯师 旧模式 也已经 后想了少名的山文 那么 预知后始如何 欢迎缠大拇指三秒 我们下期再见